谁杀了我的坐垫 原来是小黑 飞着一只车坪在嘉义大学民雄校区这里可要小心 听说有个垫人出没 有一些黑色的那个就是泥土 撕裂破掉的那个地方 就是整部规则的状况 警方调阅路口监视器画面 寻现找到凶手 结果凶手竟然是 凶手到现在还没有落网 就算肇事狗被打也恐怕很难理清照过事实 要是无主的流浪狗 那只能自认倒霉了 现在警方和诸位警也只能咄咄巡逻了 巴豆腰 小黑我实在快咬受不了 只要有什么东西我都好 巴豆腰 动新闻嘉义报道 他们都是苹果日报的爆料公民 你还在等什么 每月两则爆料被采用月领两万 每周点约数最高 再送了奖金五万元 现在就加入苹果爆料公民行列 我先来營饭 我先来營饭 我再不 mounts 直接待下今天